这个马桶业主还没有坐进来 但是他已经发现这个马桶已经在发臭了 啊 让我今天来给他弄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下面打的是有美凤剂 背后就打不到就没了 如果他这个 法兰签不必封的话 他就是从背后起来的 你看这个背后他是没有打玻璃胶的 因为比较窄 打不到所以就没有打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马桶会发臭 就是因为背后面打架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装的好的话 密封机还比较密封的情况下 你打不打架 它倒不 它都是不会发臭的 打了美凤剂 比较难拆了 原来是想用吹风剂来给他吹软 打开他的 但是叶主还没有入住 借不到这个吹风剂 所以只能另想办法 总要用铁锤给他撬一下 因为美凤剂 它虽然有硬度 但是它没有韧性 随便一敲它就打开了 这也是我一直不建议大家用美凤剂的原因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防安全 就已经压变形了 防安全 像这种情况下 不发臭才怪 反而日白发臭 你想到想得到 第一个 压变形了 把这里都压 压坏了 它这里已经透气了 加上你这个马桶都在去 背后也没有打架 透气一下子就放出来 如果你家的马桶发灶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啊 就是这个法兰剑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这里出了问题才会发臭的 这里都截断了 这个之前的美凤剂 还有玻璃胶 给大家处理一下 等一下我们打架的话 打出来才好看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听说的 我们head 放红妃 给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再也期待 我听说的 你们就会开 两个月 肯定的 也就是 那这个 要更多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就利用马桶的重量压一下 现在够了 压大概压个几秒钟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下来看一下它 紧不紧哦 好 咱们看它紧不紧 看它紧不紧 这个马桶没看到没有 你怎么去拉它扯它 它都不会掉出来了 非常的紧 基本上你要两只手维拉才拉得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进行下一步安装了 安装就非常简单了 把它推过来 然后卡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排污管是割屏的 可以直接推进去 不是割屏的话留一点点的 我们就把它抱起来 给它抬过来 直接放到排污管下去就行了 看到没有放下去了之后 它之前打胶的这个位置到这里来 偏了这么多 偏了也一公分 现在装好了之后 你们有些情况下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马桶会摇 看到没有 对 它会摇晃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它马桶烧制的时候 它会烧的不平 所以咱们就找一点东西 把它垫平 只要它不摇晃了 我们再打上胶就可以了 我找的刚刚美缝器 一点边角料 给它垫一下 就这样把它垫平 垫平了之后它不摇晃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打胶了 咱们打玻璃胶的时候 要记得把这个 马桶皱眉给它擦干 这样的话 玻璃胶它才会黏 最后一步就是打上 我们这个防霉玻璃胶 咱们马桶最好的是用玻璃胶来 给它固定 美缝的话虽然说它也不发霉 但是它只有硬度 它没有韧性的 你过个一点年之后 因为你老是坐上去 你会有晃动的吗 时间久的话 它就会出现晃动了 一晃动它就整个就起来了 就像我刚刚随便一敲 它整个马桶就出来了 所以还是用玻璃胶比较好 咱们最后一步就是 在马桶的周围给它打上胶就ok了 底部不需要打胶的 这口给它开大 打这个玻璃胶就好像我们在挤牙膏一样 给它挤到这个马桶周围以前 最后用我们灵魂的手指给它抹一下就可以了 一瓶胶还剩下这么一点点 不管你这个马桶 缝隙多大 一瓶胶绝对是够用的 还用不完 你看我还有这么一点 好了 现在这个马桶我们就已经维修完成 一瓶胶 那就是说 但是我先做一瓶胶 最后一瓶胶 这个马桶 但是我目前就已经没了